日常生活当中皆是使用安全牢靠的五种绳结技巧给大家一一分享 请看第一种快速活套锁装结 打结方法简单 绳子对折 绳头反绕 返回的绳头进行折霜 后方的绳环这样拉伸调整 窜入前方绳环进行锁紧 当主绳受力完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在户外应急 这是必备的方法 用完之后收绳 快速解开 不结死结 第二种绳结 货物运输物体压缩固定 货物运输时最实用的方法 也是司机师傅必备的技能 缠绕第二圈形成的节点 后手剩余的绳环 做一个反向八字结 底绳环拉起的同时 我们这样直接拖拽 收紧之后 锁在汽车下方的铁钩上 宁舌不开扣 安全又牢靠 第三种绳头对接的小技巧 当绳子使用时突发破损 破骨断骨断链 我们使用这个方法可以进行完美的对接和固定 效果绝对完美 结实牢固 可靠安全 非常的实用 两个绳头各自窜插 双向受力 直接整理 形成的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 绝对安全 特别可靠 宁舌 都不会开扣的 第四种绳结 鞦韆结 架板结 鞦韆结是户外油耳当鞦韆 架板结也是同样的方法 也是一块木板 两端做出这样的绳结节点 后方放到中间 最后方的拉起绳环 向两侧进行拖拽式收紧 收紧整理完成的节点 均匀可靠 梁舱搭架板 户外油耳当鞦韆 必备的方法和技术 第五种绳结 钢丝绳施工作业发生破损 来不及换绳 来不及插套时 最实用的应急救援结 无论是拖车 雕装 施工 还是作业 都可以用到的方法和技巧 绳头返回 双向在使用的同时 越锁越紧 宁舌不开口